大家好,我是尹尹 今儿是2022年12月28号 在这一刻应该还阴着 但是这段时间 因为很多小伙伴们确实非战斗检员了 尹哥比较累 干了很多的活儿 鼻炎又犯了 所以最近录节目就有很重的鼻音 谢谢大家的体谅 也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的支持 这一刻应该说中共的老百姓确实挺难的 大家都在集体的去面对病毒和疫情 但是尹哥比较烦的一件事 就是这段时间网上的谣言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玄乎 尤其是昨天晚上大量的小伙伴们 也转来了这样一个消息 认为NDRTA和奥密克戎开始发生了重组 甚至他们俩开始搞新的事情 会引发进一步更大面积的重症和死亡率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开始反主 并且又重新开始进行和新的病毒 产生了这种杂交重组 我还是要把病毒这点事再多科普几遍 尽管讲过很多次 首先我们说新冠病毒 它从来就不能叫进化或者是退化 它就是演化 为什么叫演化呢 如果大家能够去理解养化论 你要知道不是最强者生存 最优者生存 而是更适者生存 所谓适者生存 我们说基因的时候 基因没有好坏 好坏是相比于环境来讲 所以病毒也并没有什么强弱 它的强和弱是针对选择压力来讲的 换言之 说新冠病毒越变越强或越变越弱 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并不完备 准确的讲 是比如说就以新冠病毒和人体来讲 它们之间共生的适应性 是变强还是变弱了 这么来讲 其实是更加严谨和合理的 因为病毒固然变了 但人也变了 抗体屏障也变了 我们认知病毒 对付病毒的手段也更多了 所以在这个病毒和人类 最终共生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大家互相搭台 互相适应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三年以来 新冠病毒是经历了一个 快速的演化的过程 从原子株到α株 到β株到δeta株 再到现在的奥米克荣株 大家好像想的是 新冠病毒就像上楼梯一样 这样一蹬一蹬的上 实际上病毒不是这么变的 其实病毒在任何一个点上 它都可能根据学能压力 做出对应的改变 比如说大家如果这一刻都打了 针对奥米克荣BA45 这样行别的一个疫苗 它已经开始有免疫屏障了 病毒就势必要去逃逸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BQE和XBB 也就是大家现在收到的 这个地狱犬或鹰头狮 实际上这两个 在国际已经开始流行的 奥米克荣的变异株 它们实际上已经可以逃逸掉 应该说当下所有的疫苗 具备了继续突破免疫屏障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担心的 第一封 就是现在这个封 以BA4 BA5为主的这一个封 大家说不是叫BF7吗 BF7也是BA5的一个分支 我们所担心的 就是在这波下去以后 很可能还会再接一波BQE和XBB这个分子 当然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XBB和BQE即使感染以后 它们的症状是趋向于更轻 我讲的 这是目前看到的国际的证据 我们从一个更加长时间的尺度去看 尹哥也说过 我们鼻腔内本来就有四种冠状病毒 和人类已经达成了 应该算是一种和平 也就是说 传统的四大冠状病毒 其实能差不多引发 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感冒 病毒如果想传得更广 传得更远 那么它的微重性和致死率 必然不能太高 否则 因为病毒是要寄生的 宿主如果都在 皮脂不存 毛浆烟肤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定是能够传播更强 但是微重性致死率更低的病毒 逐渐在这个过程中 会占据到 这些病毒不同亚洲之间的竞争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 即使德尔塔出现了 因为它的传染能力 是不如奥米克隆的 所以大部分人 如果在同样感染了奥米克隆以后 就逐渐形成了奥米克隆 对德尔塔的一种压制 我们过去三年 就是能看到 这样一步一步的 α代替了原始株 β株代替了α株 德尔特株代替了β株 现在奥米克隆株 开始代替了德尔特株 而奥米克隆株 不同的样型之间 彼此之间也在竞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奥米克隆的出现以后 也就是在去年的 11月12月份的时候 三周的时间 在全球范围内 就取代了德尔特株的江湖地位 那也就是在昨天 12月27号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所长 徐文博也表示 根据动态监测 因为各地的CDC 还是会去找阳性测序的 并没有发现 德尔特的变异株在流行 也没有发现 德尔特变异株 与奥米克隆株变异株 发生了重组 从12月初到现在 国内一共监测到了 9个流行的新冠病毒亚分支 它们都属于奥米克隆的变异株 其实网上 现在还在传一个段子 就是说 国内现在有700多个 奥米克隆的毒株在流行 那这700多个 其实都是属于刚才讲到的 这9个流行的 新冠病毒亚分支 新冠病毒毕竟有3万个简机 稍微拿几个点变了 它都可以叫一个毒株 这个比喻 就像大家都会写中国字 每个人的字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这个字 它的大意还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必要 被简单的这种恐吓体 为一个数字 而不去看它背后的故事 所恐慌 总之呢 病毒当然会子子孙孙 无穷窥野 设美演化38亿年 病毒一直都这样过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 比病毒和疫情传播更快的 实际上是这些谣言和阴谋论 所以 如果您能够更多的了解病毒学 更能够去了解 演化生物学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谣言 就会有更好的分辨能力